主席,各位委員同仁,大家辛苦了。 法官法在民國100年7月6號公布,其中法官評鑑自101年起1月6號施行到現在已經超過7年。 但是因為不是司法官的平和,淘汰機制的成效不是很好,社會非常的不滿,也嚴重影響到人民對司法的信賴。 這一屆欄有很多的委員,包括本席,都提出相關的一個法官法的修正草案。 司法院、惠賢行政院、惠賢考試院提出來的法官法修正草案,在今年的4月間送進立法院。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,我們在4月就召開委員會的審查,歷經多次的討論協商,也聽取了很多機關跟學者的意見。 今天我們提出來的這份法官法的部分條文的修正草案,也綜合了朝野各黨團的意見,有非常大的一些六項的改革。 第一個,我們擴大了司法官評鑑的外部參與。首先在評鑑委員會部分,我們從4位的外部委員增加到6位。 另外,職務法庭的設計,我們也增加了兩名外部的參審員。 另外,在本次的個案評鑑上面,我們放寬了讓人民來直接參與這個個案的評鑑。 也就是在刑事案件上面,被告跟被害人可以來就這個法官, 陳審的法官,陳審的檢察官,來做一個個案的評鑑。在民事訴訟的部分,被告跟原告都可以提起。 另外,在評鑑的實教上面,我們也做了一個相當程度的延長。還有懲戒程序,採雙軌制。 之前,法官評鑑委員會認為法官有需要送懲戒的時候,都需要來送監察院來提起彈劾。職務法庭才能夠審判。 現在,我們縮短了這個時間,職務法庭如果認為司法官有需要送懲戒的時候,就可以直接來移送我們的職務法庭來做處理。 另外,我們職務法庭也鑑著了大法官市自752號的解釋,才一級二審。 這次,我們很大的一個法官法的一些修正,其實在協商的部分,剛剛相關的重點,其實都獲得朝野黨團大家很大的共識。 待會大家會討論的條文,其實不會太影響整個制度的運作。除了在48條,有黨團主張是外部的參審員要從兩名變成四名之外, 那這一條我們待會在該條的時候會來做充分的辯論。 謝謝各位委員對這個法官法的參與跟討論,完備不適任司法官的淘汰跟監督的機制。 但是我們立法者也有這個責任,要去讓認真的法官,有品格的法官,有一個專心審判的空間,有一個安心審判的空間。 這才是我們法官法要努力的方向。謝謝。